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它說呢 設這個數列AN滿足 第一項第二項分別為2跟3 然後呢AN加2呢 是AN加上AN加1 要我們寫出呢AN的前五項 而且要我們利用AN造一個新數列BN 怎麼造呢 就是BN等於呢AN加1分支AN 然後也要我們寫出BN的前五項 那這個題目其實呢 並沒有真的非常的困難 因為就是照定義就可以了 只是這個地方讓我們呢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說誒 這個地回關係是啊 就不是只是講到前後項了 它講到呢前後三項 所以呢提醒我們地回關係呢 並不只有後項會等於呢 前項的某些表達方式而已 這個題目要提醒我們的 那我們呢就慢慢的來寫 首項呢已經給我們了是2 而第二項呢給我們是3 那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要給我們第一第二項 因為如果呢 它沒有給我們第一第二項的時候 它少給了一項的話 那我們A3啊 因為是等於A1加上A2 我們就沒有數字可以寫了 對不對 你兩個都要給我才可以 所以就變成2加3 等於呢5 然後再來呢A4的話就等於A2加上A3就等於呢8 喔對不對 3加5等於8 然後呢A5的話呢就等於呢A3加上A4 所以就是5加8等於13 好那這樣子其實前五項就寫出來啦 有很複雜嗎 其實並沒有 OK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小題 它呢說Bn每一項呢 怎麼寫呢 是An加1分之An 所以其實應該也不會很困難 我們就B1呢 B1 B的首項是呢 An加1 也就是呢 這個是A2 分之A1 那這樣子呢 除起來就發現呢 是3分之2 那B2呢 就等於A3分之A2 所以呢就是5分之3 那B3呢 OK這邊B3就是呢 A4去除以A3 所以呢算一下的話就是8分之5 那B4呢就是這個A5分之A4 所以是多少A5分之A4的話就是13分之8 那B5呢就是A6分之A5 那是多少呢 A6還沒有 所以呢我們算一下A6 A6呢就等於A4加上A5 所以8加13等於21 好所以呢這邊呢你就應該是多少 21分之13了 OK 所以An的前五項也寫出來 Bn的前五項也寫出來了 沒有什麼複雜的計算 一切都是回到基本的定義 所以你對地回關係更有感覺了嗎 但是 你對地回答